我們現在來看 這裡有一個水管 這水這樣進去 這樣跑出來 就是說 這個管子給水一個衝力 不然水不會轉乾 就是說 水管給水這樣推 所以才會讓水轉乾 這推一點多少 這推力我們也衝力 我們有個公式 這個衝力 寫P好了 Pause 等於多少 等於是I 乘以德塔比 I有多少 單位時間 它流進來的質量 這個叫水流 單位時間流進來的質量 只有單位時間流出去多少 這事實上是D M出的基體 那這個水流 是等於兩公斤每秒 現在問題是不曉得速度 速度等於多少 往這進來的速度等於多少 我們知道水流的那個 水流 跟那個水的速度有這樣關係 水流的密度等於Row V 所以I就要等它了 這個Z是單位時間通過單位面積的質量 這單位時間通過了這樣 所以你這把它乘以呢 橫節面積就是I 所以這等於Row V 乘以A 那這樣呢 我就可以把V給算出來 V是等於多少 Row A分之I 然後這個ΔV ΔV多少 進去是V 進去是V 這叫V1 大小是V 出來也是這個方向 所以速度變它這個方向 這叫V2 等於根號2V 方向是V1 方向是我們這邊 代表這個什麼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單位時間 水的動量變化 也就是說管子 給水的沖力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 取大小 就等於 I是2 I 它乘以那個ΔV 跟它2V 然後再把那個V 給代掉 這是等於 Row A分之I 所以等於Row A Row A 2分之跟它2I 平衡來 那Row的話呢 是水的那個密度 我們看 我們知道水的密度等於多少 水的密度 水的密度是等於那個死的3次方 本來應該是1公克 每立方公分 然後把它放成公斤每立方公尺 1公克是死的多少 負3次方公斤 把它處理多少 1公分是死的負2次方公尺 那Row A加就是3次方 所以就變成了 這是死的負6 負3加6是死的3次方每公斤 每立方公尺 好不好 代替你去 這死的3次方 那在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面積 面積兩個平方公分 那兩平方公分等於多少 這公分把它放成是死的5次方公尺 所以變成死的負4 所以2乘以死的負4 2乘以死的負4 平方公尺 那跟它2 I I的話是2公斤每一秒 這是2的平方 那現在就做出來了 這是等於0.1 2出1 20 所以20跟它2 秒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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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